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文并没有同意讲到永春 这天叶文因为叶正在学校的问题被喊到学校 原来是叶正和同学小张逼无打架 叶文一痛道歉 然后他们把小张也接到了家里 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叶文看到小张也会打木桩 而且用的还是永春的套路 在交谈中得知 小张的老爸也是学永春的 也是一种缘分 之后小张的老爸张天志赶来接走了小张 在回家的路上 张天志告诉儿子小张 自己迟早会比叶文够厉害 张天志为了养家糊口 白天作为拉车师傅 晚上则跑去拳馆打黑拳 黑拳馆的老板阿毛 与房地产商人大头合谋 想要谋夺学校的地皮 用来开发房地产 看来香港的地价 高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天 叶文在搭街上遇到了张天志 两人寒暄了几句才知道 原来两人的武学 追根就底 还是同一个师傅 张天志送了叶文一瓶跌打药 表示以后有机会切脱一下 此时 全管大毛跑来学校闹事 想要武力胁迫校长卖地 结果被赶来的叶文一顿教训 不过 大毛挟持了老师 叶文只能放走了他 警长阿肥来到之后也很无奈 只能让他们机灵点 有事直接报警 阿毛一方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连夜疯动了学校 还是叶文带着徒弟们 将障碍我都搬走 为了保护学校的安全 他还带着徒弟们给学校当保安 到了晚上阿毛又跑来找事 他们绑架了校长 还在学校放火 路过的张天志和叶文 一起教训了这些混混 让学校洗面于难 第二天 大毛的师傅跑来 说是要教训这个傻徒弟 但大毛并不听这个师傅的 认为师傅只是一个 顽固不化的穷鬼 甚至还想动手伤师傅 被叶文阻止 随后还是阿肥跑来 用枪指着混混们 摆平了这件事情 对于阿毛等人的做法 阿肥也是非常为难 他曾经想调查这个案子 但却被洋人上司 给强硬压了下来 看来 这个洋人上司 一定是收了好处费了 另一边 叶文的老婆身体不适 独自去医院检查 得知他身体里有一个肿瘤 情况不容乐观 阿毛为了给自己消气 他找到了张天志 让他去断师傅一只手 为了钱 张天志蒙着脸 做了这一笔买卖 叶文忙着去医院看望师傅 哪知这根本就是阿毛的计策 没了叶文的保护 学上的学生 又被阿毛绑架了 无奈之下 叶文只能单刀附会 被阿毛等人羞辱 张天志过来之后 带走了小张 阿毛并没有为难 只是让一群人唯物叶文 他立下规矩 只准叶文防守 但凡叶文敢还手 阿毛就会划伤叶正的脸蛋 虽然叶文能一个打十个 但不能还手的他 只能被动挨打 局势非常危险 张天志在安顿好了小张之后 马上折返回来 上去就给了阿毛一拳 然后和叶文一起 把阿毛一伙打得落花流水 回到家后 叶文得知妻子患上绝症 这让叶文心头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到医院复查后 医生表示 妻子只有半年的生命了 房地产商大头 觉得阿毛办事不力 于是辞退阿毛 令找人去收拾叶文 结果 他自己找的人也是半瓶醋 被叶文轻松打扮 毫不费力 叶文现在只想陪老婆 为了了断这件事 他找到了大头 同意了大头比我的要求 大头表示 只要叶文能在自己手底下 坚持三分钟 恩怨一笔勾销 自己也不找学校的事了 大头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 作为房地产商 怎么不懂得 树叶有专攻 但是 打架能解决的问题 对叶文来说 都不是问题 很快 事情就得到了平心 不过 张天志这边 还有心愿未了 他想要开武馆 但需要打下名胜 他找到了记者 表示自己的永春 比叶文更正宗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马上拉开架势 挑战香港的各路大神 最重要的是 他想挑战永春叶文 然而叶文此时一心都在老婆身上 还向李小龙学习了跳舞 叶文没有应战的举动 被人认为窃战 张天志成为了永春正宗 叶文妻子知道叶文对于永春的喜爱 她替叶文向张天志约战 两人最后私下里展开了对决 他们失诚一脉 武学造诣也相差无几 在进行了几轮的武器比拼后 他们开始使用永春拳对决 最终还是叶文极高一筹 张天志心甘情愿地承认了失败 并且折断了自己永春正宗的拍片 叶文告诉张天志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陪在家人的身边 叶文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才悟到了这一点 但可惜已经拾不待我了 在1960年 这个陪伴了叶文小半生的女人 与世长辞 张天志在这部电影中 虽然是男二的角色 但还是非常的观众们的喜爱的 敢做敢当 也有一颗正义的心 于是在之后电影方面 还专门出了一部张天志的外传 也是非常的精彩 好了 电影结束 喜欢呢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哦